继续讲解一个新的统帅阵型 之前我们做第一期鲁汁视频的时候呢 就有观众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说有一个视频 有一个阵型就是关于鲁汁阵型非常厉害 叫做鲁汁流程斯马朗 那么我回去想了一下 想了一下这个阵型是怎么运作的 吃这个就是说玩家的这个操作能力 就是对牌的这个如何使用的一个能力 但是呢学会之后呢肯定是非常强的 这个阵型即爆发回复过牌于一体 有爆发有回复有过牌 所以非常之强 那我们来想一下这个斯马朗 斯马朗在哪里呢 是我们原先就存在的武将了 由于这个流程跟鲁汁之前都讲过了 就不再重复 我们讲一下斯马朗 军兵回合角速结束的时候呢 回合角色 一名角色回合结束的时候 手牌数小于等于1 可以摸一张牌 把所有手牌给你 然后你给他等量的手牌 那就是一个交换手牌的过程 一个过牌的技能 这是斯马朗 那斯马朗的第二个技能 去击 初牌阶段可以弃至X张牌 令X名角色各回复一点体力 那这个时候呢 X就是你已经损失的体力值 如果你弃过这个黑牌的话 还会失去一点体力 总的来说就是斯马朗如果是弃用红牌去去击的话 就非常的赚 偶尔用黑白去击也不亏啊 因为他还要可以把自己手牌控到一张 可以来实现这个 骏冰的效果啊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斯马朗 那么斯马朗为什么跟这个鲁汁和刘成都有好的搭配呢 因为刘成他的决斗战决是把所有手牌打出去的 回合结束大概率是一张手牌 而鲁汁呢是经常把自己手牌打的就是空了 或者是只剩一张两张 因为鲁汁这个技能是跟别人交换手牌的 也说他们三个武将可以造成这个手牌的互相流通啊 鲁汁刘成和斯马朗三个人 他这个手牌构成一个循环互相循环利用 然后呢同时通过这个流程去打斯马朗 给斯马朗掉血卖血 然后呢达到一个斯马朗又有一个回复的能力 就一时半会儿你击杀不了斯马朗 你打我斯马朗你还难受 不打吧也不行啊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说啊就是叫做 呃 斯马朗这个武将他不输出 不咬人 不咬人 他更赢人啊 很难受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结合录像给大家讲一下实际的操作 先看这一局 呃 这是弱者退散 就是我这个直播间的这个水友啊 我帮他打的 那看一下冷色啊 对手看看抓将 这手一抓王鸡啊 是一个信仰王鸡的 信仰王鸡啊 信仰天狐哥 那我们抓鲁汁跟王平 他就是想出这个诸葛锦王鸡嘛 然后呢我们把流程抓一下斯马朗啊 这样的话我们前四抓的时候呢 这个阵型已经抓出来了 所以我们王平是第二抓的 很强的一个武将 但是我为了这个做视频嘛 就没有出这个王平的阵 而且这个里面好像王平搭起来也就那样啊 我们出一个流程斯马朗玩一下这个冷煮鲁汁 我看一下斯马朗手牌有乐不思索 本来是想正常来说是交换斯马朗的手牌 但是斯马朗手牌有乐不思索的话 那没有办法只能交换流程的啊 跟流程换 这个简易马为什么堵持不挂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在面对王鸡诸葛锦将围的局 有可能啊 有一定的可能性到最后会去击杀诸葛锦 所以我要把这个简易马呢给流程啊 其实王鸡面对这个斯马朗 他也只能输出对不对 输出到斯马朗就掉血了 掉血之后呢 斯马朗就有了技能 好顺手牵羊 杀一下 乐 挑衅 最后呢他出的是诸葛锦王鸡配姜维 一个大AOE 我这个无蟹可击呢一直没打 这里快点取消啊 让对面以为我们没有无蟹可击啊 这个独条可以看出来的 他打无蟹我就直接取消啊 都快点取消就行了 又一个男朋友亲 姜维直接空城等觉醒啊 姜维这里是不太可能觉醒的 原因很简单 我们有流程 他现在是暖色动完之后 下一回合还要经过我冷色四连之后 才暖色才会行动 所以姜维是没法觉醒的 这里打空的话一波打空 感觉输出很多的样子 其实没啥没用啊 那我这边的话 斯马朗动一下 然后五股分灯 先五股分灯 然后去找一下过拆顺手什么的 结果他直接打无蟹了 不想给我桃子 那太好了 我这个乐不思主解出来了啊 拿个桃 鲁兹拿个桃 这边拿个闪 不给姜维闪 然后呢 诸葛景又打无蟹 诸葛景的技能红源 会给江维牌的 他为啥又打无蟹 我也不明白 可能就准备 可能就准备 诸葛景自己摸牌了啊 乐一下啊 然后这个黑色的话 去一下极啊 两个黑牌去极 然后摸一张牌 打个无蟹 对面把无蟹用光了啊 还是有无蟹 难怪还这么放肆无忌惮 可惜我们天过了 天过对面一句 你咋不上天啊 没办法运气太好 其实不天过也差不多 下回合去杀 然后去决斗也是一样的 那这里的话就决斗姜维 既能破空城也能打输出 那直接决斗就行了 不要过拆啊 直接决斗 好 然后呢 可以跟这个司马朗过一下 把这个桃子给司马朗 给刘成一个9 这样刘成可以9杀 以后还可以刘成动的时候 刘成先动 可以先开五谷分灯 这边他为了 想给这个姜维觉醒啊 还是没有 没有这个红圆 这里吃桃啊 吃桃 乐了 很过分又乐 那我就卤之洞吧 这边中乐的话 我就想办法解乐 所以只能卤之洞啊 轻忠一下 那过拆 这里武器挂起来 然后可以魏晋出杀啊 魏晋出个杀 然后跟司马朗交换一下 大家注意 跟司马朗交换之后 一张手牌之后 还能继续发动军兵 那么把两张黑牌的 给这个 鲁汁 防一下挑衅 防一下南蛮 这个张马手毛 可以拍出去啊 两张没用的牌 所以这就是鲁汁 司马朗的配合 大家看到了吧 不但给牌之后 还能再额外过一张牌 鲁汁把手牌 变少之后 又能再过一张牌 喝酒 桃圆结役 没问题 好 还是有一个觉醒梦 还是有个觉醒梦 江维知道 刘成这个决斗呢 之后呢 是觉醒不了的 然后就点了一下 这个确定 其实这是亏的 好 王姬 丧心病狂了 他已经看出 江维必死无疑了 收掉江维 同时带刘成 司马朗 闪一下 这是鲁汁给的闪 那现在呢 要这个刘成先动 刘成先动 原因是要把司马朗 打到凉血 打到凉血 打到就是掉凉血 掉凉血之后呢 好跟这个 好帮这个 刘成也补一个牌 司马朗三个桃 一会儿我们还要去 白嫖司马朗一颗桃 才可以 决斗一下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军兵一下 给他一闪一桃 好 两张红色 然后可以吃个桃 过了啊 这样司马朗给 刘成也回了一点血 桃被拆了 大步中就杀 很可惜 我刘成留了闪的啊 那现在继续 这个刘成洞可以 也可以 鲁之动 鲁之手里有无中嘛 那这牌直接换给刘成啊 刘成就火攻好了 刘成一会儿牌更多啊 可以考虑带个加一马 其他就不用动了啊 然后呢 跟司马朗 军兵一下 把南蛮换给鲁之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阵型 就是说你的操作会变得特别特别多啊 因为这个三个人的手牌是互相换来换去的啊 所以每个回合行动轮次怎么样出牌都要想清楚啊 这个阵型呢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操作难度 但强度肯定是很强的啊 这没有闪 没有闪这个司马朗给个逃啊 还好我们刚才过牌过得逃多啊 那轮到流程了对不对 这里火攻一下 丢掉 这里不太可能去这个 去决斗了 有点怕就只有一张杀了 所以挂武器战绝 战绝司马朗就可以了 把司马朗打掉血 吃个桃 可以了 给他一张红杀 白银狮子 万剑 弄一下 然后呢 红杀杀一刀 军兵一下 这样呢 司马朗有白银狮子 一会儿呢 可以 就是说 给牌的时候可以给白银 司马朗用白银回血也可以啊 这个猪狗鸡啊 操作出错了 突然间火杀 杀到王鸡身上了 他要杀我流程的 那这个王鸡就快死了 先决斗一下王鸡 看能不能决斗死 再来 决斗司马朗 然后这样司马朗可以给白银狮子 这样司马朗过了一张桃子 过了一张红杀啊 可以一会儿来红杀王鸡就行了 没弄死 还有桃 很强 那这里怎么办呢 要去级的啊 要过牌的 所以我就去一下红色去级 然后过一张啊 这黑鲨没有用啊 人有人王盾的 过一张位置牌还蛮好的 王鸡发现谁也杀不动 司马朗不能杀 刘晨有八卦 杀鲁支 鲁支有未尽 这就是一个典型把对面逼封的局啊 对面已经封了 这牌很不错 有秒人能力 有秒人能力那就直接啊 一火杀一难满 是必须秒人的 所以不用担心 把对面投降了啊 不想看我们操作了 好 来看下一局 暖色 一手鲁支 没问题 对面抓零桶 雇佣过牌 然后我拆一下 我拿一下刘晨 他拆我的刘晨里通 那这个抓牌呢 其实都差不太多 就有问题 我们才在这个抓张飞这一抓 呃 我刘晨文凭就是 他张飞其实用处就很小了 他应该抓个马带或者马超的啊 他抓了马超 但是没有抓马带 张飞其实没什么用了 我有文凭的话 如果我出文凭 但是我肯定不出文凭了 我们出一个 之前看到的是一个冷色 冷色呢是乳汁组 暖色呢 一般是把这个司马朗摆组的啊 司马朗摆组 这个张飞呢 很坏啊 还白嫖我一下 那我留成洞啊 先借刀 张飞这个白嫖呢 其实害了自己 他不白嫖 他是零手牌 他一旦白嫖 我留成就可以打到一手牌了 这里战绝斯马朗啊 两个桃子也要战绝的 然后注意 这个时候呢 就不能跟他聚兵了 一旦聚兵是两张手牌 就不能配合鲁兹了 我们知道张飞是张明审 嗯 清中 贴个乐就行了 酒 火杀 好挂个马 挂个刀 然后呢 聚兵一下 给他补张闪啊 给鲁兹补张闪 这样回合外的话 鲁兹的防御就更高了 这个阵容的话 一开始一定要卖一下司马朗的 不卖司马朗的话 我们的这个就是存活能力不强的 他出这个马 借马超的话还行 他其实应该出马 如果我在对面的话 看到这么抓 可能会出一个马超马带 马超马带 冷色的马带 大家不要小瞧 这个冷色的四连马超马带啊 马超马带 其实四连还可以 借刀 再见了 好 回两血 这个南蛮都不用了 把捡一马顺过来吧 南蛮先留手里 一会看看情况 接下来我们可以快放一点 因为这个打死马超之后 其实就没什么难度了 大家主要看一下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啊 鲁兹流程 司马朗的一个阵型呢 其实打各种阵型 基本都有得打啊 基本都有得打 你看 你看 给来给去 给来给去啊 张飞 来嫖我的牌是很亏的 给他两张破闪 两个黑色牌杀出去就行了啊 吃逃 吃逃 再军兵一下 你看这个过牌 这里应该打死炎炎了 所以就决斗就行了啊 过牌 杀一下 对手坚持了三分钟啊 八倍速 弄死他 我这里有反无懈的啊 非常能坚持这个张飞 我是对面早跑了 还在坚持 有连弩了 那直接突突他啊 名牌 决斗死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局流程的录像啊 这局录像呢 就是作为这个 因为这局录像太糊了 没什么说的 我就只有四分钟 我就放到这个视频里来 不然也就删掉了 守国家了 对手拿大桥 他拿了司马懿 还想强热我们 那我们赶紧拿一下 刘臣拿一下 王平拿一下 王奇貂蝉 没有问题 我们送了个刘臣 孙策 由于对面的二抓穿了 这个貂蝉出来啊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出貂蝉 那我们这个孙策有用 那就刘臣孙策国家啊 这样的话 刘臣 孙策鞭 郭家主 打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这局 今天的阵型 其实主要是跟刘臣相关的啊 刘臣 斯马朗 和鲁汁 是一个阵型 然后我们看一下刘臣的 现在发挥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就是说那些像像那个原先那个版本里面刘臣本来就很强 这个版本由于退了中瑶跟 迷足之后呢 刘臣也就变成一个比较厉害的小核心了啊 他结果没有出大乔组啊 也不明白为什么 前面抓将很像出大乔组的 后来改成貂蝉组 其实他出大乔组 貂蝉组 然后边会好很多 可能他就把我带飞了 一个出阵要注意啊 现在这个版本呢 才刚出来不久 如果自己去打的话 经常容易抓错将 随斗国家啊 国家把这个南蛮卖过去 不要给刘臣卖牌了啊 春侧名手牌两张南蛮入侵了啊 对吧 自己一张南蛮入侵 国家一张南蛮入侵 这个两个南蛮收留成了啊 先开南蛮啊 先不要顺手 等那个大乔把这个沙打出去 就再顺手 可能会更好一点 孙侧手牌已经非常多了啊 不用再给他了 然后同时呢 这个借刀一会儿呢 南蛮清完沙之后呢 也可以去借刀了啊 顺道个连弩无敌了 然后呢 这个走向呢 走一个顺时针方向 等流程死后 死之后看看手牌 感觉国家需不需要卖啊 看看情况 反正是卖就是了啊 孙侧已经出连弩了 无脑卖啊 借刀 这样的话可以有一个雷沙 杀完之后呢 火攻 因为这个大桥 它是不吃这个 它有可能有琉璃嘛 所以我们先火攻它啊 用雷沙跟火攻 这样大桥死了之后呢 再开无中生有 我的连弩 极可难耐 红沙 托管了啊 又来个连弩 这集就是孙侧刘晨的表演啊 我都没见过这么猛的孙侧 好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统传视频再见 另外说一下 结尾说一下 这个我们最近视频 主要传在这个bilibili 所以说呢 在bilibili给我们充电的 这个粉丝呢 我们会回粉的啊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